2021年4月 法輪功學員在香港各地的真相點 遭親共暴徒破壞十多次 三名暴徒 胡愛民、周永林和卓晉深 連續兩次破壞黃大仙和望角尺游街的 法輪功真相點 損失價值約合港幣7000元 三人分別被控兩項 刑事毀壞罪 本案日前在香港九龍城裁判法院續審 由裁判官梁雅新審理 控方提供的證據顯示 被告胡愛民案發前發微信稱 明天搞全港法輪功 又發手機短訊稱 如果出事 會有人安排送生活費給他 顯示是有預謀犯罪 被告是有計畫 有安排的進行刑事毀壞 去年12月案件開審後 被告周永林表示認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雨薇 綜合報導